好那么也在春节的前夕呢 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往年都会赠送生活物资给弱势家庭 那么26号上午在平和村的活动中心来举行 将十分的生活物资 以及未住金赠送给需要的民众 新冠疫情在全球延烧 各行各业都遭受到波及 也因为民众预期心理与消费能力的疲弱 冲击到弱势家庭的经济收入 花莲县及家庭关怀协会 特别募集除细年菜 让长者及贫困家庭感受到色香味俱全的温暖 那我们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每年在年末的时候都会提供一些物资 跟小小的红包一个小小心翼 希望在年末的时候带给大家一些温暖 也预祝大家来年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高场关心的县议员张怀文 以及办公室主任林品阳 平和村长张玉胜 都非常的感谢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 投入平安厢照顾老人与弱势家庭的协助表示肯定 蔡执行长以及各位志工的用心 其实在我们寿风乡已经辞职十几年的期间 不仅在我们平和武权 日拖班在那边照顾我们的这些老大人 照顾的无微不至 跟往年一样 自证了我们平和村 真正非常需要的需要关怀的这些长者 年财十分还有给红包就是祝福他们 长命百岁 等于说老人关怀协会 他不仅关怀地方 那同时也在年节更是重视大家 让大家有一种家的感觉 在花蓮县十三个乡镇付出这么多的爱心 与这两年的疫情关系 让许多平安地区的老人及弱势家庭 在生活物资的协助上也相对的困难 张怀文议员也期盼大家一起与老家合作 在艰困的时候共渡难关 照顾更多的长辈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导